各位廚師老闆們 有沒有看到這台是我們新型的大型切草機 因為舊型的我們已經停產了 它跟舊型的一樣都是用220單項 這是兩碼的馬達 很耐用 然後這個是多了一個功能叫做漏電環路器 如果你今天機器漏電的話它會自己跳掉 使用上比較安全 再來這個是我們機器的入口 來 你看一下 我們設計的原因就是讓我們的樹枝 如果你要切些木槽還是樹枝 你把它進去之後它會先用這個滾輪槽壓過 就是類似我們手去壓著切 才會切草 切出來才會穩固漂亮 這個入口是可以做上蓋的 所以你到時候要做一些清理的話比較方便 再來我們看一下出口的地方 出口的話這個是可以調整你的腳步 你如果切出來 你那個切出來的樹葉要噴多遠 可以從這裡控制 然後如果要清理的話整個可以掀起來 它裡面是附兩組刀片 這個刀是特殊鋼材 很堅固很耐用 然後你仔細看喔 它這個刀它是做斜的 它是經過這個刀點把它切下去斜切 為什麼要斜切這樣斜切 要是你剪刀這樣 切下去的樹枝樹葉才會漂亮整齊 那這個蓋的時候 把它蓋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是新型的是用這種皮帶去做 帶動馬達做傳輸 非常穩固非常安靜 所以如果有需要養牛養雞啊 切一些木草 還是切一些茶樹啊 或是甘草仙草啊 還有這間台米台風當中啊 路上很多樹枝很難處理 沒關係 都可以用我們這個切草機幫你處理 新的大型切草機非常堅固耐用 有需要歡迎來電詢問謝謝